大家好,现在是那个2020的3月3号,昨天的话是大城市出现这个暴涨,在进到4681之后啊,就是说这段行业的地步之后,它出现了个暴涨,我们去查了一下它主要的这个原因是, 市场上是预估出现这个,美联储会进行这个降息来刺激这个经济的一个增长啊,那么预估的话,市场的话,所以美联储呢,它可能会,就是说降息50个基点啊,50个基点增长的话,它降息是25个基点,那么25个基点呢,跟这个50个基点之间呢, 它产生了有一个区分,那么市场上都是百分百的认为它会降25个基点啊, 呃,事实的情况呢,它可能最终的时候,它,呃,会依据这个,呃,肺炎的这个情况的时候, 虽然它会降25个基点,然后去选这个,呃,直接降50个基点,50个基点。 呃,另外一个呢,就是市场反映的是,这个,要推出这个,呃,禁止做工的一个,呃,禁止,呃,禁止做工的一个,呃,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啊,相关的一些政策。 呃,事实上来说的是,因为大红市场呢,涨到这么高啊,就是说,呃,大红市场就这么高了,呃,事实上的来说是,就是说,呃,不应该去,这个,呃,过于的禁止使用做工的这个工具啊, 因为你禁止使用做工的工具,到最后的时候,呃,就是说,多空,呃,导致多空,呃,导致多空这个市场极端不平衡的时候,它,仍然的会带来一个报复性的一种降低,呃,那种市场是非常难以控制的, 呃,可能,呃,导致了像类似于这个,呃,类似什么,类似于这个,呃,就是,像那个,呃, 事情的这个次贷危机一样的,啊,就是说,因为它缺乏,呃,这个对冲的一个工具啊, 然后导致这个高不过大的一个膨胀,然后是,呃,直接就是说,呃,导致这个金融危机了,所以的话,在这块的话,呃,面对这个,呃, 呃,情形的一个市场上面,就是说,呃,发生这个五金顶的这个飞行, 疫情的一个,呃,呃,呃,非常大的这个冲击了,呃,做多了一个信心,啊,做多了这个市场的信心,啊, 这也从某一个方面来说了,是金融市场上面,啊,呃,目前的这种市场,呃, 呃,具备这个,呃,呃,说罗麦碰啊,呃,就是具备这个,呃,空头在高位,进行一个套起保值,啊,进行套起保值,啊,进行套起保值,啊, 这一项是套起保值啊,的,的一个,呃,一个区间了,啊,一个区间了,因为前期呢,是超跌了,啊,现在是发生这个超跌的这个反弹,啊,现在发生这个超跌的这个反弹,啊, 呃,还有一个,还有一个那个,呃,周末的信息呢,是周末呢,呃,没有像预期当中的,就是说,呃,立马的就是说有,有爆发这个数量比较,比较大的一种,这个疫情的增长,你像这个两位数啊,但是呢,疫情的增长呢,它出现了,呃,多个,呃,多个州啊,多个州啊, 呃,都出现了那个,呃,领新分部的社区的这个传染的这个类型,啊,社区传染的这个类型,然后是,嗯,嗯,华士顿做啊,这家的制作,呃,现在我们进入一个,嗯,紧急的一个状态,现在我们进入一个状态,现在我们进入一个状态了, 因为新的新爆会,呃,从这个,呃, según这个,呃,官的资料来看,呃,目前,呃,说土兵委呃,呃,这个,景的核霜的这个,呃, gutený核霜的这个,这个世界呢,速度量是非常少的,而且是随随时应开始去,呃, 调查之前的一个核酸检测试剂的一个合格率 跟它的一个准确率 那么它在作出这个事情了 那么等待这个调查的报告呢 它是需要一定的这个实际的 需要一定的这个实际的 目前呢 你像这个纽约啊各个地的这个 各个地的这个 地区啊 这些大型的这个人的地区大通局的战士呢 没有 没有停止 那么对 基于目前现在的表象来说 它还没有造成 造成就是说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另外一个就是 昨天的话是 因为中国的这个 嗯开始这个 等一下我 已经加上了 中国的这个市场呢 出现这个大幅的反弹上涨啊 那么今天呢 嗯 今天呢就是说 呃对比了一下这个 欧洲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情况啊 除了意大利呃 表现的比较糟糕以外呢 其他的 今天呢 暂时这个这个 这个止跌 止跌了 暂时呢就是说 出现止跌了 那么今天市场上面呢 就是统一的呃 有没有说可能性的出现这个统一的 就是说要救世啊 要救世的这种 嗯 倾向呢 嗯 呃我我个人的看法是 我个人的看法是 呃 即使像中国也就是也是国家机密啊 我们只能从这个 只能从这个呃呃 外部的这一些消息上面来去判断这个 呃市场 来去判断这个事 那么今天的这个呃 上证指数的这个上证呢 可能回调回调之后呢 他可能呃还会去创这个新高 还会往上 就是呃 目前来说就是说 国内的护盘的这个呃 行为的这个态度呢 呃相对比较坚决 相对比较坚决啊 呃可能又是某某某某什么所谓政治任务了啊 就是说比较坚决 所以啊 今天的话呃 如果市场有回调的话 还是可以适当的去 呃去这个参与 还是可以适当的去参与啊 嗯 股票板块来说的话 目前的热点板块还是 还是有有蛮多不少的 嗯 像这个特斯拉板块的啊 新光板块 还有个防疫板块 特别是防疫这块板块的 疫苗啊 嗯 嗯然后是那个 颜测室剂啊 呃包括现在风火的这个消毒剂跟那个 嗯 消毒剂跟那个口罩啊 之类的那 那么它都是比较比较多的 还有还有还有个那个 嗯 应该是这次疫情爆发之后应应该是这个 然后我看这个维生素类的这个呃 那板块是不是会会热起来啊 维生素板块的之类的会热起来啊 嗯 嗯 快到八点四十五的我哦 我要结束一下这个录制的这个